仙府税务局表示 以06年使用牌照税 4月份开征 牌照税税单已全部寄出 为便利纳税人 补发税单提供多方面服务 并实施中午不打烊 辩明措施 方便纳税义务人 于中午时间至税务局 洽办使用牌照税 各项服务及查询 补单的业务 欢迎民众多加的利用 4月是使用牌照税 开征的月份 县佛税务局表示 税单已全部寄出 没有收到税单的民众 请证述向本局 或其所属埔里 竹山分局申请补发 106年使用牌照税 在4月份开征 那本局已经把全部的税单 全部都寄出去了 如果没有收到税单的民众 请赶快向本局 还有埔里跟竹山 两个分局来申请补发 那今年4月30号是礼拜天 5月1号金融机构放假一天 所以我们缴纳节 指日就顺延到5月2号 牌照税缴税管道非常多 除了到金融机构缴纳外 行动条码即可自动连结至 缴税服务网进行缴纳 另外也新增以自然的凭证 及健保卡进行线上缴税的服务 那使用牌照税缴税的管道非常的多 民众可以拿的税单 到就近的金融机构来缴纳 也可以使用信用卡 金片金融卡 或其储蓄存款 跟自动柜员机ATM来转账缴税 那税额在2万元以下 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来缴税 以信用卡或活期储蓄存款 来缴税的民众 也可以透过APP行动装置 扫描我们税单上面的QR Code行动条码 就可以自动连结到 缴税服务网站来进行缴税 那另外也新增以自然人凭证 跟健保卡来线上缴税 那民众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也可以拨打我们本局的免付费电话 0800-4969-69来洽询 社务局为了便利纳税人加办 使用牌照税 各项申请查询及补单业务 今年的4月30号是逢清晴日 5月1号劳动节 金融金贡放假 下今年贾纳截止日 新年到5月2号 另外直日起至5月4号止 上班期间 使用牌照税服务柜台 实施中午不打烊便民措施 弄民众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拨打免付费电话 0800-4969-69 浅行